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部影片我们去了京都鸭川的星巴克及烧肉店体验川床 那次的旅行我们还到贵船吃了川床流水面线并到贵船审舍散步 这部影片就与各位分享我们在贵船的所见所闻 要到贵船要先搭电车再转公车 首先我们先搭车到瑞山电铁出丁流站 搭乘瑞山电铁本线往安玛的电车 约半小时后在贵船口站下车 出车站后 就是往贵船的公车站牌 上车后不用五分钟就会到贵船啰 下车后我们便头也不回的直奔Herovan 要持川床流水面线 根据Google map 从下车的地方走过去还要八分钟 有点远而且还是上坡 中间还会经过贵船神社 抵达了贵船神社 虽然现在就是绿绿的 不过也是很漂亮 沿路其实蛮多川床料理餐厅的 不过都是提供比较贵的那种会席料理 因为我们都吃不多 所以才选择了网路有名的Herovan 吃个气氛 到了之后要先付钱 就会拿到扇子号码牌 及一张注意事项 在等待期间可以先到附近晃晃 或是就到底下休息等觉号 可以吃饭 在韩顺中斓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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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ог远 收红顺中斓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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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患者会有些论 就是看满顺中斓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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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完整的这种 就是在香港斓画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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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斓画一单 等了一个小时后 我们终于被叫到了 接着会被请到用餐吃后方准备 等前一组人用完餐 才正式轮到我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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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了 哇 哇 哇 很好吃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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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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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臭了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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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 出现红色的面线就代表结束了 整个用餐时间大概十分钟而已 嗯 虽然是吃不太饱 但就是好玩 也不会太贵 接着我们要走去贵船神社的奥宫 前面经过的地方是贵船神社的本宫 那边一整排红色灯笼的景色非常有名 这两者之间呢还有一个结社 这次想说都走到这么后面了 所以就想将三个地方都走一遍 嗯 好直挺挺的树木哦 这里有说明它是玉神木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香生之山 它是从同一个根生长出来 不过它就是到上面的时候就是变成两个枝杆 它的树林呢好像说有千年 香生的话它的意思应该是相伴到老的意思吧 它的寓意呢就是夫妻一起长生彼此相伴的 这样子的含义非常的棒 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放了很多砍下来的木材 原本是没有想要去奥宫啦 不过因为都已经到那个Hirobun去吃流水素面 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很远 所以我们来看看 贵船城社创建之初就在奥宫这个地方 本店底下居所还有龙穴 且名列日普山大龙穴之一 这里有会马 想把它是五百日元 现在变七百了 这里有连礼之山 这里有连礼之山 它其实是山木跟风树 两棵树木就像感情很好靠在一起 接着我们便走回Hirobun附近的中宫结社 这里特别以求缘分文明 接着我们的就是刚刚餐厅所供奉的 这里应该算灯笼吗 传说日本和歌歌人和泉事部 曾到这里祈求与丈夫重修就好 最后实现了愿望 也因此这里成为了祈求恋爱顺利的圣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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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将自己的愿望写在这个绿色的纸条上 再绑上一旁的架子 据说纸条会是绿色的 是以竹叶为异象设计 从以前就用到现在 在前往贵船沉测本宫的途中 路上的塞车越来越严重 个人不太推荐开车来 一方面是路不宽很难开 一方面是上面停车位也不多 利用大众交通跟步行还是比较方便 最后我们来到了贵船神社的本宫 他的参道两旁的红灯笼景观 在这几年非常红 现在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均匀景点 想拍到没有人的景色实在是难上加难 这一方面就是承证的 這次很幸運的 我們到訪的時期剛好接近七夕 所以境內有漂亮的七夕裝飾 跪船神社據說還是會馬的起源地 所以在神社境內還看得到馬的雕像 過去在祈求降雨的時候 會計現黑馬 祈求放晴則計現白馬 後來到了平安時代 則開始以畫上馬的木板代替 隨著祈求的事情 越來越貼近人們的生活 會馬的大小也越來越小 樣式也越來越多 是不是很有趣呢? 終於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 我觉得贵船的穿床很有日本风情 在氛围上比鸭穿还要厉害 不过料理的选择就比较单一 总之希望大家会喜欢贵船的夏季风景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